中国国宝熊猫太弱了 为什么不让它自然绝种 哈喽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兵燕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中国的国宝熊猫 相信一提到病林绝种的动物 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大熊猫 其实在多年以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已经将熊猫的绝种威胁程度 从病危降级到易危 那是不是指我们已经不需要保护熊猫了呢 其中认为人类不应该继续保护熊猫的代表人物 就是BBC的著名主持人克里斯 克里斯在广播时代的杂志采访时的时候 就曾经表示应该让熊猫自然灭绝 他提出的论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熊猫处于净化死胡同 意思就是熊猫已经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地球了 克里斯认为熊猫自身不够强壮 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顺其自然 与其苟延残喘地保护这大熊猫 不如让它们像临终病人一样 拔去一切的医疗设备 让它们有尊严地自然死去 第二,浪费太多资源 他认为大熊猫实在太大太可爱了 而且又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 所以才会特别受的关注和关爱 他认为花费在保护熊猫的这个经费实在太多了 应该拿这些钱去保护其他的弱小动物 那他的这个说法合不合理呢? 我个人是不认同的 第一点,不够强壮就不用保护 这似乎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需要保护弱势群体 我们也不需要聆听它们的声音 只要它们比我们弱小 我们就让它们自生自灭 我认为正因为熊猫生存能力弱 而我们身为生存能力高的人类 更应该有责任去保护它们 况且熊猫会减少 正是因为人类破坏了它们的家园 临终病人的情况比较不一样 它们即将死去 为了减少它的痛苦 在病人的同意之下 我们可以停止医疗 但是熊猫未必绝肿 虽然它不可能繁衍得像猫骨那样多 但至少在人类的保护之下 它可能还可以活上几千年甚至更久 第二点,浪费资源 通常我们会讲一件事情浪费资源 通常就是指它不值得 我认为保护熊猫这件事情上 恰恰好是非常值得 首先,熊猫的数量已经大大提升 有数据显示 在10年里面 熊猫的数量已经上升了17% 证明了熊猫保护运动 已经起到了正面的效果 此外,保护熊猫的同时 其实也是在保护森林 保护自然环境 因为熊猫生活的地方 也是其他动物生活的地方 保护熊猫并不是指打造一个地区 只让熊猫居住,而是打造一个适合所有动物生存的环境 让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安心地生活 另外,报导指出 虽然保护熊猫的花费非常高 但是这项工作所获得的经济回报 估计是成本的10倍到27倍之间 另外,出租大熊猫到海外国家 也是一笔收入来源 我认为保护熊猫不能单纯地从经济效益来看 因为我们保护着熊猫 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保护着森林 保护着地球 保护熊猫其实就好像保护古迹那样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新建筑的建设 但是我们要尽能力保护古迹 不被灭绝 熊猫就是一个火化石 因为熊猫已经在地球生存了上百万年 所以呢,保护熊猫 其实也是对历史的一种保护 对于熊猫课题 你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就记得订阅以及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